新资讯 新观念 帮您的孩子定做一个美好的未来 升学直通车 在今天礼拜二的节目现场呢 每一次我们都会跟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有关于教育方面的事情 那么当然也是很多父母亲啊 在孩子们要申请大学或者是要读书啊 特别关心的一些话题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飞达教育的创办人 兼执行长卫星 卫老师 你好 卫老师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好 很高兴啊 您又可以在节目线上呢 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块来关心啊 有关于教育方面的事情 您知道很多的朋友呢 也许对于这个飞达教育啊 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啊 是不是呢 您也可以跟大家谈一谈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呢 飞达教育大概都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都在关心些什么样方面的教育问题呢 好 其实飞达从04年开始 到现在已经是6年的历史了 那我们在南北加州都在这个新学规划 这个高中生申请大学各个方面这个服务 是做的非常成功的这个教育机构 那可能不太为人所知的 是我们历年来给我们自己的学生提供的这个上课的平台 那今年这个事情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毕竟这学期对吧 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有的高中生初中生 这个突然一下这学期 成绩就没有了 都成了不及格的成绩 所以这个成绩是不能计算到 学生的GPA里面的 也就是说不会算到高中或者初中的这个成绩单上面了 那么这样一来 其实对学生影响就很大了 那往年我们针对飞达的学生 开的一系列的学分课 今年暑假会针对所有的高中生初中生开放 所以那这个就是说 是在我们这十几年做升学规划 帮助高中生初中生申请下一级别的学校 对吧 初中生申请私立高中 高中生申请美国的大学 在这一方面做的很成功的这个大的平台上 我们飞达提供的 也是美国最高学业界认证的这个 所谓WATS认证的AP学分课和高中的学分课 我觉得是特别要跟家长推荐的 因为可能有好些家长还不一定知道 飞达这边不光是升学规划和大学申请 学校的申请做得很成功 其实我们给学生提供的这个学分课的平台 也是非常独特 其他很多教育机构不可能做得到的 因为这个是美国正式的教育界WATS认证的 也是UC和大学理事会认可的 所有的这些AP课程和高中的课程 所以呢这也是很有质量保证的嘛 相信在教导的师资团队来说的话 应该都也是很不一样吧 对对不起 对所以老师教课 那在这个整个AP的课程里面 当然是都是这个大学理事会 考了几波认证的老师 那除了其实一般普通的AP课 那很多高中也都能够开课的情况下 有那么一个很独特的系列的AP课 叫做AP Seminar和AP Research 那这两门课的老师 其实得专门通过大学理事会的培训 拿到认证这个资质以后才能收课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也是很多美国的高中 不能开的两堂AP课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经过大学理事会 认证的老师可以上这两堂课 那这两堂课也是非常雄厚的 私自力量里面可以打得出手的 我们也是这几年已经陆续得到 高的几波大学理事会的这个培训和认证 所以也已经有好几位老师 从两年前开始就已经在上AP Seminar和AP Research的这个科研的课程 那这个这个就是说也是独特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因为全美国高中里面只有大概2%的高中 是能够开这两门课的 所以在飞打的这个教育平台上 学生也可以在这个科研方面 有取得很大的竞争优势的这个机会 在10年级11年级甚至有些个别的学生这个程度比较高的 9年级其实上高中以后就可以考虑上这个AP Seminar AP Research的课 所以这个是有非常大的竞争优势 飞打的老师可以提供给我们学生那个很好的机会 嗯所以啊听这个魏老师这样讲的话就晓得 如果孩子们啊在家里面像最近听到一些家长们的担忧啊 就是说哎这个网课上的呢七七八八的 然后也不知道到底呢上好了没有 还有呢时间也特别的短 跟平常到学校里面去的时间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呢家长朋友聚在一起啊 就互相交换心得说 哎呀听说好像不要算那个那个那个GPA的成绩啊 今年那这样子怎么办呢 等到明年开课的时候小孩子是怎样 就就就这样跳过去吗 还是就这样乱七八糟就这样往后面上了 那这个基础今年没有达好的 那明年又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可见家长哦 对于这些事情还是挺担心的哈 是是所以为什么我们飞打今年所有暑假网课的设置 不管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AP学分课的这些网课的设置 嗯还是一些预修课的 比如说针对明年学家要上的课程 学生如果暑假想先预修一下这些课程 那么他明年上课的时候就可以比较有把握 能够学得更好的话 所有这些课程的设置 虽然是网课 其实课时和这个课程的内容质量是相当要求相当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像您说的 不能因为这是网课 整个把这个教课的这个方式和他的课的内容都 改变了 这个改变了 缩水 对 那就那就没太大意义 所以为什么我们所有这些课程安排都最少课是还是一个小时 甚至像很多AP学分课都是每次学生和老师的这个上课都是两个小时的课程 那上课呢 虽然是通过网络 也是同步的这个网络课程 也就是说 Synchronous这个图像和语音同步的 那么学生看得到老师 听得到老师说 看得到老师这个白板上写的东西 同时呢 老师也看得到学生 每个学生的摄像头也都要打开了 所以这样老师可以看得到 课堂上的这个十几位二十位学生 每个人的这个attentiveness是不是在关注课堂上的这个老师在讲的内容 还是在打科学 对对对 所以老师还要提问 学生也可以回答问题的 所以不是说所谓的网课 就是学生自己上网去自学 或者说看video 这个都是同步的老师上课 学生在底下听课 可以提问题回答问题 有一定互动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非打每一堂课还专门设有一个 这个我们叫class manager 专门有一个班主任 去监督学生的上课的表现 和平时做功课的所有的情况 所以绝对不是说上网课 就是让学生放任滞留 他自己去折腾 松散的不得了 对老师监督的非常的严谨 是这个的话 那真的是让家长放心不少 我觉得今年的家长 真的是比同学们还要辛苦 除了刚刚说的 担心说学校的GPA成绩怎么办 然后小孩子的基础 会不会因为今年的 这几个月的耽搁 然后网课上的乱七八糟跟不上 还要再一再的 接受一大堆的讯息 比方说UC加大大学突然宣布了 五年之内要逐步这个取消 对于申请人的像SAT ACT分数的要求 这些都让家长觉得很担忧 尤其是孩子们就准备要升大学的 或者这一两年就要升大学的 家里有这样孩子的家长 真的是非常的难过 那我们也想请教您一下 是不是这个意味着说 UC大学是降丁了录取的标准 因为你假如取消SAT考试 那到底什么才是影响录取的 最大关键因素呢 那像这样子UC对SAT政策的改变 是不是就因为这 以后就会更看重 我们刚刚谈到的学校里的GPA 或者是个人的一些活动 还是说全面的发展 那UC大学还说 会用这个SAT跟ACT成绩 做一个参考 所以这话也没说死 又说不要 又说可能要做参考 那这个UC大学到底怎么样来比较说 这个学生是有SAT跟ACT考试的成绩 那那个是没有的 那这样子他们两个要怎么比较呢 我到底取谁呢 弄得家长真的是急得不得了 我想学生可能也急 只不过孩子有的时候 他们想的不会那么多了 他就觉得说太好了 无所谓了再说吧 对他们的这个第一反应 可能就比较简单 没关系 UC既然把这个要求给取消了 我就可以不准备考试了 将来也不考了 对所以你刚才提到两点 很重要很重要 第一就是说 这个淡化分数的要求 那毕竟可能加大也跟私立学校 会越来越看齐 所谓对这个学生的软性竞争实力 就看得更重了 第二对他的学校的功课的成绩 也会看得更重了 对吧 因为毕竟高中的这个成绩 是不会说 所有高中就把这个成绩就取消 而且大学也不看的 对吧 就是说怎么样去衡量一个高中生 他的学术竞争力到底有多少 那既然分数会淡化 那他学校的成绩 一定会变得更重要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专门一再强调 今天暑假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 把这个所谓这一学期 损失掉的几个这个有竞争力的成绩 能够减回来多少 减回来多少 尽量多上一些学分课 对吧 这个第一 第二 那课外活动其他这些东西 也是会更重要 被UC加大更看重的东西 所以学生再往前走 对吧 加大已经说了 2024年 也就是说今年读八年级的学生 马上要升高中的 在他们将来申请加大的时候 这个分数可能就已经从最低申请标准里面完全取消了 所以第一 成绩更重要 第二 课外活动方面 软心的这些东西会更重要 那也就是说将来申请的时候 得更把文书各个方面的这个提现给大学的资料 做得更到位才行 那除了这两个很重要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家长和学生要关注的地方了 您最后提到的 就是说他还要参考这个考试的成绩又是什么意思 他既然说把它从最低申请标准里面取消了 为什么又还要参考成绩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说 所谓他的最低标准的变化 实际上不代表他的录取标准也跟着在降低 相反的 我们想想这个道理 他的这些所谓的门槛 最低申请标准都降低的话 这些分数也不要的话 那以前很多没有分数 或者分数很低很低的这些学生 可能根本就不会考虑申请 为什么 他根本就不够格这个所谓最低申请标准的要求 但是突然他这个最低标准一降低 申请的最低标准一降低 那跟着而来的是申请的学生人数还会增加 那以前不合格申请的很多学生 现在也可以争取加大的这个机会了 那这些学生里面有相当一部分 如果他的软性竞争实力 是比我们亚裔华裔学生更厉害的话 那我们的机会就更少了 所以就说相对来说 虽然这些最低标准有所降低 但是他录取的标准会更难 为什么 因为竞争者更多 所以他在塞学生的时候 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分数 但是他别的方面竞争力很强的话 他可能现在还突然可能被录取了 以前他连申请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还可能被录取 那给华裔亚裔的学生的这个名额就会更少 所以就说考试还得分数更高 你才能够有竞争力 要不然被录取的机会会更小更小 所以为什么今年暑假 就是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学分课以外 学生该要考虑考SAT的 比如说10年级马上要升11年级的 或者9年级要升10年级的 程度高一点的 都应该考虑今年暑假 赶快把SAT准备好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 说不定明年春天还会卷土重来 那这个考试的时间 又会被大学理事会给取消 所以尽量赶在秋季能够把SAT准备好了 今年秋季就把SAT该考的考试都考过了 这样明年春天的时候不会又这么轻障 反正能够先准备的话 是比到时候临时抱佛脚要好得多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情况 也许不是疫情的缘故 也许是你自己本身太忙了 根本就抽不出时间来参加考试 或者你考的分数不喜欢 你觉得不够好 那你这样又考好多次 所以还是好好的准备 准备了之后 然后马上去应考 应考了之后过关了 那分数就挂在那里了 至少你自己心里面也觉得比较安心一点了 所以听魏老师这样分析的话 我想在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 听众朋友都可以了解到 虽然好像看起来是简单了 不要看分数了 但其实是困难了 因为有更多的人可以跟你竞争了 那要怎么样提升自己学生本身的竞争能力呢 我想我们稍微休息一会之后呢 再来请魏老师来跟我们大家讲一讲 学生要怎么样能够把自己弄的是比较强的能力 就像我们说的嘛 对抗病毒也一样 你自己本身的抵抗力比较强的话 病毒也就比较难侵害你 那同样的 你如果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强的 然后呢 不管是学业或者是其他方面都是比较厉害的话 那你也不害怕跟人家去竞争了 那我们一会之后再来聊 好不好 好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 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新资讯新观念 帮您的孩子定做一个美好的未来 升学直通车 继续回到我们升学直通车的节目现场来 那么在节目现场的这一位特别来宾呢 是非达教育的创办人兼执行长 魏欣魏老师 谈到了孩子们的升学问题啊 很多的家长朋友呢 都心有欺欺言啊 哎呀 小孩子念书的事情 在美国我们又不是特别的了解哦 尤其自己没在美国念大学的话 那更加不知道说 到底美国大学在在要什么东西啊 好奇怪哦 为什么那跟我们以前的 呃 这个要求都不太一样 那所以呢 没关系 我们就有专家呢 会在节目现场哦 跟听众朋友们也聊这些 他们所知道的 所熟悉的这个味 呃 整个的这个情况啊 这个有些什么东西 我们应该要注意到 那么魏老师 刚刚呢 我们谈到了说呢 自己能够把自己本身弄的比较强一点的话 那对什么事情来讲呢 都都比较容易办理嘛 因为你假如说体质就比较弱的话 你当然容易生病了 对不对 那你假如体质强悍的话 什么病菌呢 也许对你来讲都是 没什么关系 或者得到了的话 也很快就会痊愈 那孩子们也一样啊 如果他本身底子就打得好的话 到了升学的时候 他也许也不用特别的 好像哎呀 一天那种开夜车 开到半夜三斤 那就可以考得不错了 那但是当然这也不是说贫困会掉下来的 一定也是他慢慢自己培养自己的嘛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当然这个有长远的 怎么样在基本功方面提高 也有这个专门针对ST考试 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这个考分 对吧 这两个方面都要平行 也就是说这两个方面都不能落下 那从长远来说 肯定是小学初中开始 这个阅读习惯的养成就已经很重要了 小小朋友一定要多读 非小说读读 怎么去提高自己的阅读 辨别能力和这个分析题目的能力 这个对ST考试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在整个初中期间 升高中以后 非小说读读的这个阅读 是相当的重要的 那这些基本功打好了以后 在ST考试之前 其实多数学生都要通过 ST的专门的训练 因为毕竟他不是考高中生 在高中学的 或者说初中学的课程的内容 他是在考学生的这个能力 也就是说所谓 读题辨别题目和解题的能力 那这种专门的所谓能力的考试 如果很多高中生他不习惯 或者说没有专门准备的话 实际上他考起来会相当吃亏 这也是为什么 这连续三年了 今年应该是第四年的暑假 参加这个飞大教育的 于是一代为师的封闭赢的学生 为什么结果这么好 对吧 参加过这个培训赢的学生 他在老师的严格训练之下 同时大量的这个练习 和各式各样的这个考试 技巧方面的这个练习之后 平均涨分245点几分 那这个就说 当然跟课程的设置 和课程的内容 还有我们的老师 强大的这个老师团队 都是分不开的 同时呢 也跟这个学生在这个训练 培训SAT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时间的安排 也是非常紧密相关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一个高中生 他暑假有时间的时候 他仅仅只是来教育中心上过课 然后回家以后 练习也不做 各个方面的这个 这个其他的准备工作都落下了 那实际上效果就不是很好 所以这一次呢 虽然暑假 我们今年不在 尤词一带为是校园 做这个封闭营的训练 把它都改成网课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但是呢 就是说 每个参加课程的高中生 他的每天的SAT培训的 这个时间安排 学校还是安排的相当的紧凑 所以不光是学生上课的时间 他做练习的时间 自修的时间 和老师辅导的时间 每天都安排的非常的紧凑 所以这样下来 三周的训练 实际上就说能够保证效果 为什么 因为他第一 该学的东西学生学到了 第二 更重要的是 他该练习的东西 怎么样去把它课堂里面 听到的这些东西 大量的练习 从刷题到基本功的 这个训练的题目的 这个练习 各个方面的安排 都非常的周密 所以整个学生 他的三周的期间 都虽然是在家里 但是他从早上到下午 甚至晚上 晚自习的时间 都有这个专门准备了TA 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 所以就说 他在这个考试之前的 这个三周的密集训练 会非常的高效率的帮他们准备好SAT的考试 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提到的前三年的这个密集封闭营的这个训练 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不光平均分涨了245.5分 这个整个训练三年来 好几百个学生里面过半的是 最后考试是上了1500以上的 所以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之好 那当然这个了解飞达的家长应该也知道 我们很有名的这个Helen老师 哈佛大学背景的这个Helen老师 他已经在飞达教了十几年的这个SAT的课程 今年暑假还是一样的会 虽然是网课 他还是会指教 总监这个我们整个暑假的SAT 公闭营的这个设置和教学 所以有好的老师 然后有强的这个师资 然后再有好的内容 又有人可以监督 其实对孩子来讲 他们也可能很高兴 因为呢 别看小孩子好像觉得放假那天在家 一定会很开心吧 其实我也问过一些孩子 他们觉得说好无聊哦 因为有一些时候呢 他也需要别人能够帮助他解答一些问题 爸爸妈妈不是不愿意 是有的时候真的解答不出来 因为太难了哦 所以没办法 那也要有人问的话 就像你讲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随地都在监督着你 然后也在随时随地可以辅导你 那对孩子来讲的话 他们也很开心 因为喜欢求知的孩子 他希望呢能够得到帮助 也希望能够得到答案 这个来讲的话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在这一段特别的疫情期间呢 很多人都在讲说 哎呀这个疫情过去之后啊 不知道会有些什么影响 我想影响来讲的话 多多少少都会有 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想法 还有我们在经历过了这段时间之后 人生的概念 你对一些周遭事情的看法 跟对人生的看法 可能会不一样 那就听到好像有个很新的情报 说这个Come On App 增加了一个COVID-19 section 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板块啊 好像今年申请大学的每个学生 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那学生们应该怎么样准备 这个新增的一个COVID-19的板块呢 要写吗 还是要说吗 要如何的才能够让这个 自己脱颖而出呢 是 这个确实是今年的这个新的状况 那其实这几年 Come On App一直 就是这个共同申请网站的平台 一直有些新的变化 那我们也都知道 除了加大的申请 是用加大自己的申请平台以外 整个几乎其他的私立学校 和很多外州的公立学校 都是通过Come On App 这个共同申请网站平台 来做申请的 那他今年呢 专门加了一个COVID-19的这个板块 就像您说的一样 但是呢 这个该不该去用这个板块 去写额外的东西 其实是非常非常挑战的一个决定 为什么 因为他并没有说 在所有这个学生的申请表上说 这个是规定性的 一定要写的一个COVID-19的板块 没有 他这个板块呢 是加在哪里的呢 是加在了常有的这个申请表上 最后的一个section 叫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ction 那这个所谓额外的特殊的情况的这个板块 是Common App上一直都有的 那这个板块是干嘛的呢 是容许有些学生 就像他的这个里面提示里面说到的 你比如说 在其他申请的所有的这个板块里面 没有机会谈到你家里的 或者你人生成长过程当中 遇到的一些很独特的 比较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挑战 如果通过你表格其他的部分的内容 和你的文书 很难让赵士曼了解到这方面情况的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额外 就是所谓Additional Information这个板块 去把这方面的信息提供给赵士曼的老师 对吧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信息你不提供的话 他对你的了解会是片面的 或者甚至说缺了一项很重要的东西 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板块 但是呢 这个板块 就跟我们这么多年来 跟所有的高中生一再强调的 这个这个信息怎么样呢 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这样很特殊 很特别的情况 这个板块不是用来给你写一篇 额外的作文的机会的 因为这个Common App这个平台上 专门学生要写的长篇作文 和他的短篇作文 和其他学校各自要求的具体作文题目的 这个所谓supplement 补充作文 这个每个学校都有很详细的规定的 这个Additional 额外的信息这个板块呢 并不是给学生一个多写一篇文章的机会的 要不然那这个竞争不是不公平的吗 对吧 有些学生多一篇文章 有些学生没这篇文章 所以就是说你没有很特殊的情况的 一般我们是不建议学生用这个 所谓额外信息这个板块的 那今年的这个COVID-19的这个 所谓新增的板块呢 它是把它并到这个额外信息里面 成为它的一部分 那也就是说 你如果在这个COVID-19的这段期间 没有真正很独特很特别的挑战 或者说你的很独特的这个 经历 做的贡献 对吧 经历 你是不应该写这个板块的 我是不想看到 一个又一个的亚裔学生说 啊这个没有学上了 遇到挑战了 这个不是你的个人的挑战 这个是所有今天高中生的挑战 对吧 你想想 如果大家都在这个板块里面写 哇 我因为没学上 因为是网课 所以很挑战 没意思 今年秋天很多大学都要变成网课 对 你就不会去上大学了吗 嗯 所以就说 你的这个挑战 如果不是说真正很独特 啊 很很特别 对吧 嗯 不能 就是我刚才说的 是这个额外信息的 这个板块里面的一部分 你如果不提供这个信息 高中生老师对你的了解 不会缺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那你是不应该用这个板块的 嗯 所以呢 一定要好好考虑这件事情 不是说每个学生 因为今年所有的学生都进行了这个COVID-19的挑战 对吧 嗯 对 你的挑战如果不是真的很独特的话 这个是不应该拿出来说事 嗯 这就像我们成语当中说的 到底是画龙点睛呢 还是画蛇添足呢 这个好好考虑 不过魏老师的这个说法是真的很重要 大家都一样的经历 你跟别人并没有不同的话 你也不需要去在这个上头呢 发表你的言论解释了 好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会之后呢 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来 再跟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 有关于教育啊 升学啊 等等方面的问题哦 飞达教育的魏欣老师 在我们的节目线上啊 跟我们大家谈到了 有关于孩子升学方面的问题 跟一些概念 那么刚刚说到了 因为今年呢 疫情的关系 所以有多增加一个板块 可是这个板块呢 你不见得要去写它 那我们刚刚也说了 呃 这个写文章啊 其实是申请大学里面 蛮重要的一环 那么从小能够培养自己的孩子 有阅读的习惯 那对他自己本身来讲 写文章的实力就会相对来讲 比较好 比那个都不读书的要很多 好很多了 那怎么样引起孩子哦 这个写作的兴趣 跟能够让他写出呢 呃 这个文笔流利的文章来说的话 也是许多的家长朋友感到比较困难的一环 那么魏老师您觉得要怎么样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呢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阅读的另外一半 你阅读 读 这小说读物是给学生这个脑筋里面啊 头脑里面增加真的很好的一些实物 对吧 你有内容 那你有了这些原材料 有了这些内容 你写的这一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在申请大学的过程当中 其实所有这些文书的写作就是体现学生这个所谓他的思想的深度 他的看问题的高度等等 很多这些 或者说他内心深处的一些 亮点 对吧 那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写好 怎么让他们的写作的这个文章 申请的文章 有深度有高度 也是挺有学问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说 飞达今年暑假 也会专门有很资深的文书的老师 包括我自己也会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大学申请文书的写作班 能够让这些11年级马上 升12年级今年秋天要申请大学的高中生 有一个亲生的体验 就是说我们会针对具体的文章 和很多这些挑战的文章的题目 在通过写文章的过程当中 给学生灌注一些很重要的这些大学申请文书写作的概念 那这个里面具体的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如果是11年级马上升12年级的这个高中生 今年秋天就会面临这个文书写作的挑战 那今年暑假 这个是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用暑假的时间 先把准备工作做好 该怎么去写这些文章 把所有这些重要的题目 该怎么去读题 该怎么去选材 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了 然后通过里面几篇这个具体的文章的写作 去体会到真正这个大学申请作文 该怎么写 那么他秋后 整个申请的这个文书的工作 就会比较深夹的多 那这个是就是说关于马上要升12年级的高中生 当然第一年级的学生 今天暑假有些什么事情可以做 能够帮他们提高写作的这个能力 也是有的 贝大其实专门也设计了今天暑假的这个 一系列的下校的这个项目 所以里面就包括有比如说这个科研方面的下校的项目 也有其他的这个文化课方面的下校项目 那更值得家长或者说学生关注的技术 也有写作怎么样去提高的下校项目 所以这一系列的下校项目 实际上也是第一年级的很多学生可以考虑的 那夏天的活动之一 那当然了 如果这个家长朋友听到这 魏老师这样讲的话 要怎么样加强自己孩子的写作能力 然后让他们呢 写出的文章是有深度的 而不是就像是流水账一样 今天我吃饭了 明天我看电视了 哇这个呢 就是绝对不行的了 所以呢 您如果也想让孩子们能够加强自己的写作能力的话 当然也可以打电话到飞达教育 626-318-5899 318-5899 去请教一下魏老师 要怎么样让孩子能也能够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暑假的 等于是下校的训练 那其实呢 我想还有很多的家长啊 大概平常都有一些问题 也许呢 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也没有时间可以提出 让他们提出来询问 他们也想自己来询问 因为每一家都有不同的 这个情况嘛 不可能所有的孩子情况都一样的 我们讲的是一个大多数的小孩的情况啊 那如果说真的要 比如说你们有没有什么讲座啦 或者什么样的机会 让家长们也可以尽情的发言 然后来请教你们这些专家呢 确实有 我们这个周末 5月23号 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半 就专门准备了这样一场讲座 特别是像我们今天讨论到的很多 疫情期间 或者说疫情之后 这些大学 加大也好 其他这些学校申请的 common app 这个共同申请网站平台也好 都有很多很多新的变化 对吧 那怎么去应对这些新的变化 其实我们简单的今天聊了一下 还有很多具体的应对措施 我们这个礼拜六 5月23号下午2点到3点半的讲座 线上讲座 就会跟家长和学生们分享 那不光是这个加大 今年新的这些变化 common app的变化 其实在前期的准备过程当中 该怎么去应对 对吧 有哪些是这个七年级八年级的 甚至这个初中生 就已经可以开始准备的 对吧 绝对不要等到 真正11年级 马上要升12年级 要升学了 要申请了 才去担心这个升学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讲座 其实在这个礼拜六也好 还是在整个五月期间 我们都会有这样相似的活动 就请家长关注了 那这下一个讲座呢 就是这个礼拜六 5月23号下午的2点到3点半 嗯 那大家也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打电话到飞达教育的热线 626-318-5899 了解更多 看看怎么样参加这个讲座 您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 哎呀 我都不知道到底要问谁啊 今天正好呢 魏老师在节目线上呢 跟听众朋友们聊到这些事情 那您也想要请教他们的话 那您也可以呢 参加这个座谈会啊 这样子的一个讲座 你就有机会 可以问到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了 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之后呢 再继续回到滋味下午茶 深学直通车的节目现场来哦 新资讯 新观念 帮您的孩子定做一个美好的未来 很多深学的问题 由于这一年的特别原因啊 家长还有学生们原本的学术计划都被打乱了 有些家长就很恐慌说 哎呀 不知道眼下即将到来的暑假 该怎么样安排 才不会白白浪费掉几个月的时间呢 那么魏老师哦 您作为一位专业的教育从业者 有什么样的紧急应对的措施 也可以让孩子们利用这个不同于以往的暑假 来提升竞争力呢 行那我就再总结归纳一下 其实针对这个11年级马上升12年级的学生来说 那是最紧张的时候了 要开始大学申请的准备工作了 特别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今年暑假 文书方面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开始了 因为这个也是高中生最头痛的一部分 那么第一年级的学生呢 实际上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今年暑假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上 AP学分课 或者任何其他高中的 这个所谓A书机的文化课的学术课 因为这个可以补救他们 这一学期因为只能有这个 及格不及格的成绩 没有CPA的数字了 所以今年暑假能够 加一年的学分课的话 那实际上是两个A 能够加两年的学分课 两门课的话那是四个A 所以是非常非常加分的东西 当然除了这个学分课 和大学申请的文书准备工作 其他的相 这个适合的年龄层的学生 也要考虑SAT和标准考试的准备了 特别是十年级 现在读十年级的学生 针对他们来说 马上秋后 能够把SAT各式各样的考试 能够早一点考的话 最好不要拖到明年春天 因为明年春天 可能又有很多考试的日期 会被取消掉 所以那样子就会很尴尬 很紧张了 那除了这三大类的活动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帮助初中生 高中生打基础的 配搭教育的下校的设计 那今年暑假呢 有很特别的两件事情 我专门想提一下 第一呢 往年很多高中生都会利用上AP中文课 来替代他们这个所谓高中 或者说大学对高中生的这个外语的要求 对吧 但是呢 AP中文课呢 很多高中生上这堂课的渠道 一般都是这个各地各城市的这个中文学校 对吧 但是我们都知道中文学校一般只是平时学年期间才开门 学生也都是学年期间利用周末的时间上中文学校的中文课 最后考AP中文的考试 今年暑假有很特别的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所有AP学分课里面也会包括AP中文的课程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很有特色的课程设置 学生能够通过今年暑假的学习 把AP中文所有的知识和重点都掌握了 然后明年5月份就可以考AP中文的考试 这是第一 第二呢 针对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甚至十年级的学生 怎么样帮他们打好一个科研 做科研的基础 也是今年飞达这个夏令营 Summer for talented youth 所谓优质生的这个暑期下校活动的安排 专门设计了一系列的课程 所以这个系列课程里面呢 有包括这个很多engineering 就是说工科理科方面的这个很有特色的一些课程的设置 而且这些课程呢 是跟UCI合办的 这个加大尔安分校合办的 所以会是UCI的教授教科 那这个整个夏令营设置呢 虽然今年是跟UCI第一次合作 开办这个下校的项目 其实在飞达已经有七年的历史 我们七年前就已经跟UC Berkeley合办 暑假的这个理工科的STAM的夏令营 然后四年前也开始跟UC Davis合办这个STAM的这个科研夏令营 那今年呢 我们又增加了这个UCI的项目 但就是说跟往年不一样的 平时的这些下校项目会是住校的 对吧 去UC Berkeley 去UC Davis 或者去UC Irvine 那今年因为是online的 所以实际上我们综合了UC Irvine的很有名的一些 很有经验的教授 还有飞达的和业界的很有名的 在理科工科商科方面 一些这个这个专家团队吧 来专门跟我们的初中生高中生在科研项目方面打一个基础 所以不光有对很多这个新的科技领域 比如说像robotics 这个data science data analytics 和这个machine learning等等 这些很新的学科有很好的课程设置 同时呢 也教学生怎么样去设立科研的课题 怎么样去写科研报告 所谓这个academic writing advanced academic writing 在这些基本功的所有的这些方面都有很好的课程 那么再往前走 这些初中生升高中以后 或者90年的学生 再往上走 他争取明年夏天的这个科研下校的项目的机会 就大得多 因为他已经有这个做科研项目的基础的知识和技能了 然后怎么样去写真正有高度 有深度的这个科研报告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 对吧 高中生他如果只是科研项目做得不错 但是他的科研报告写得不到位的话 也不行 将来发表 对或者参加这个科学比赛 科技比赛 都是不可能取得好成绩的 因为那些是通过你的科研报告才来体现的 不是说你科研项目本身做得怎么样 就一定最后取得很好的成绩 因为你的报告写得不到位的话 肯定第一不能发表 或者去投稿参赛的话 也不会入围 所以就说 这两个方面的技能都是很重要的 第一 怎么去做科研项目 怎么样去设立课题 操作这个科研项目的这个过程 第二 写科研报告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所以这些下校项目的设置呢 能够给低人级的学生 打一个很好的基础 就让这个孩子们呢 也不会在暑假的时候呢 荒废了几个月的时间 什么都没做 那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个飞达教育 可以帮广大的学生 还有家长朋友们 争取到这么好的一个夏令营的机会 如果您也想为自己的孩子呢 争取这个夏令营的机会的话 也要赶快打电话到飞达教育 他们的电话呢 是626-318-5899 626-318-5899 那我想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哦 飞达教育的创办人 执行长 卫星老师在节目现场 跟听众朋友们聊了这么多 有关于孩子们升学啦 教育啦 在这个特别的时间应该怎么准备啊 真的是不厌其烦 一遍又一遍的跟我们大家做解释啊 如果您真的还有问题的话 也别忘了 这个礼拜六可以参加他们的座谈会 对不对 对 这个礼拜六 这个下午两点到三点半 我们专门会针对今年疫情之后 这个各个大学 对高中生申请的这个各个方面要求的变化 有一个网络的这个webinar 网上座谈会 欢迎家长这个直接联系我们飞达的学习中心报名 嗯 626-318-5899 626-318-5899 那么今天很谢谢魏老师 谢谢哦 我们下一回再聊咯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 好 听众朋友们 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之后 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来 等三点的新闻过后 我们就要看看果冻科技达人 又跟我们来聊一些什么样的 有关于科技方面的事咯 感谢观看